塔院寺位于五台山台淮镇显通寺南侧 是五台山著名的五大禅林之一 玄山清庙十大寺之一 这里原来是大显通寺的塔院 明代重修设立塔后独成一寺 音院内有大白塔 故名塔院寺 耸入云天的大白塔是寺内的主要标志 塔身拔地而起 凌空高耸 在五台山群寺簇拥之下 畏畏壮观 人们把它作为五台山的标志 塔院寺座北朝南 由横列的殿院和禅堂僧舍组成 中轴线上的建筑有 影壁 海坊 石阶 周门 山门 中古楼 天网殿 大慈延寿宝殿 藏经阁 文书发塔等建筑 气魄雄伟 大白塔始建于何时 目前已难以计考 现在的大白塔始建于元大德六年 俗称大白塔 将以前的磁寿塔置于大塔附中 该塔工程之大 建造之难 唯武台山之冠 建成后 最初作为大显通寺的塔院 明永乐五年 朱棣 命太监 杨生 重修此塔 并独立起司 明神宗万历年间 又令太监 范江和李友重建 1952年 由政府拨款 将塔院寺修旧一新 大白塔位于殿队之间 金为挺拔 直指蓝天 有气盖山河 依蓝五台之盖 古人称欲此塔 绝高入云 神灯夜竹 清凉第一圣经夜 塔基为正方形 环周八十三点三米 通高七十五点三米 宝塔通体洁白 塔身壮如枣瓶 从底到顶 精细相间 方圆搭配 造型优美 每逢风和日丽 鸟雀微响 风吹铃响 悠然成韵 明朝镇城法师曾有诗赞悦 浮屠河飘渺 啄出范王宫 远待青山色 孤彪紫介雄 金瓶寒海乐 宝夺镇天风 自是藏灵酒 神帮万古虫 大白塔 是我国建塔史上的一项伟大成就 是我国塔式建筑中少见的珍品和孤立 大白塔也是朝圣佛教信徒心目中的偶像 相可多绕行白塔还原 一边走一边俯转法轮 在大白塔东侧有一座高粮丈鱼专购文书法塔 外抹白灰 通体白净 壮如宝葫芦 相传 文殊菩萨显胜遗留的金法 就藏其中 寺内现存其他各类碑迹数十通 大白塔北侧建有面宽五间高二层的大藏金阁 正中门顶上挂有一块墓边 尚有乾隆皇帝玉璧绝具一首 两塔金唯一上寸 继承壁坏有名言 如徐设立吉思法 辉识文书与世尊 藏金阁内有一墓质经架 叫转文藏 六角形 三十三层 高约十米 最下层底下有转盘 人力推动 能够来回运转 按佛教的说法是 转动宿经 能为潮山拜佛者消灾除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